各位聽眾 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在二十大舉行的前夕 在北京的 鬧事的天橋上有人掛了一個橫額 就是不要核酸 要吃飯 不要風控 要自由 不要謊言 要選票 不要文革 要改革 不要領袖 要民主 不要奴才 要做公民 然後也說是 批判習近平 用罷貨罷工 罷免獨裁國賊習近平 在現場有些 北京的市民拍到一個穿著橙色衣服的人被戴上警車 在北京穿橙色衣服相信是清潔工人 這個人 至今下落不明 我想他的後果都相當嚴重 他的身份 就曝光了 這個人是 署名叫彭在舟 他當然有 真名 彭在舟 我相信是水能 福州 水能在舟 越能福州 他的署名彭在舟在Twitter 在事發之前 已經登了一個貼 說 各位同道中人 我們馬上要行動 希望你們能夠多多轉發 謝謝 然後就要讓獨裁者習近平知道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 中華大地 有難以 就說要組織在二十大開幕 即是16號 要組織全國罷工的總動員 然後就在Twitter 就把剛才我說的環額上的內容 全部登出來 就說要有一個叫賭集攻略的 連結 給大家看 他 這個 彭在舟 真名叫彭立法 叫彭立法 就說 這個彭立法就寫了一篇文 就說要馬上行動 的一些這個做法 不想被國安特務跟蹤發言 附件內容就是賭集的方案和攻略 同時也有一篇 討伐國習習近平的核文和治理國家 治國理政的解決方案等等 這個彭立法其實就 做這件事的動機是什麼呢 會不會是背後有人說 不知道什麼派什麼派 做的呢 我 都已經說了一個判斷 純粹在 分析中國的政治用什麼江派 團派 習派 其實可能 不是100%不準確的 但是 用所有的行動 民間的一些行動 要把他什麼派背後有什麼陰謀 其實我就覺得 很無謂 因為在中國大陸雖然是表面平靜 但是 不滿的人是相當多的 大家都知道你不滿你內心憤怒 你就留給自己 如果你要說出來 甚至跟你自己的親朋 戚友 去訴苦 或者去慎 都有很大的危險 因為互相篤灰 一直都存在 在微博等等發表過當然是不可能 而要衝出來 在這個鬧市裏面掛橫 也是非常罕有 大家都知道 他用一個 消滅於盟雅狀態 圍到好像鐵桶 密不透風的方法 拉人 然後最後人間蒸發 大家都會害怕 基於恐懼 大家是不敢表露自己不滿的情緒 所以 這位彭在舟 立法 其實是非常勇敢 但是 他做了一次之後引起這麼大的反響 最後結果 都是沉寂下去 人也都不見了 他在他的Twitter那裏 其實他形容自己是什麼呢 自己是一個熱愛自由 喜歡科學 和 哲學的工匠 他上載不少 動物的影片 包括野外拍攝一些小鳥的影片 在外國的媒體 包括CNN、美聯社 對這個四通橋事件 作了詳細的報道 但是 中國媒體當然是擇字不提 在網上 這個四通橋 橫握等等 都成為關鍵詞 全部都是敏感詞 搜索不了 但在場外的社媒 網民湧去 彭在舟的帳號留言 就說你是英雄 我尊重你 希望你能夠平安歸來 有人也就 響應這個彭在舟 上傳手寫的反雜量的橫額照片 在場內就用一些曲筆 去贊重他 在網上轉發 轉載這個動畫 英雄聯盟雙城之戰的 主題曲 《孤勇者》 歌頌這個彭立法 此歌 獻給 北京的 孤勇者 愛你孤身走暗行 愛你不貴的無恙 愛你對峙 過絕望 不肯哭一場 中國大陸當然會有 很大的反應 有幾樣 非常荒謬 在網上 瘋傳 兩件事 一件事就是 買布條 或者買布 超過一米 即是三尺 要實名制 第二 開始 聘請人手 負責 看著天橋 一日 320元 人民幣 漢橋費 320元 人民幣 這個 網上的媒體是這樣說 北京要 用多項措施 杜絕死通橋事件 重演 新措施包括招聘 看著天橋 24小時 看著北京市各大小的天橋 招工的資訊就是這樣說 看橋員要在18至45歲之間 身高168厘米以上 24小時看橋的話 每日 薪金320元人民幣 真是糟糕 24小時 320元 如果是8小時 就100多元人民幣 100元左右 最少做15天 管吃住 住帳篷兩人一組可以替換休息 第二 買報 超過一米牆的顧客 需要實名登記 有網民有圖片說 向 查詢報筆是否需要實名登記 對方說需要的 甚至說買油漆也要實名登記 其實在中國大陸我覺得挺好笑的 因為沒有人用現金 你甚麼差都要實名登記 你坐車 吃飯 所有買任何東西都幾乎實名登記 如果你是用微信支付 是嗎 怎會不實名 那微信支付肯定是實名 你做任何實名 實名券已經是實名券 因為如果你付錢 或是付費都要全部都是實名券 買刀已經是實名券 即是有襲擊事件發生 於是買刀就實名券 有天橋橫額事件發生 買報就要實名券 油漆也要實名券 永遠都是 不是去 要去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中國社會主義的特色 他們要想到這個方法 沒有其他方法可以想到 不過也是想想 你有甚麼方法 難道做甚麼政治改革嗎 他沒有其他方法可以想到 只是想到 用管的方法 找人看著天橋 不要被人掛任何東西 至少在二十大能夠平平安安去度過 那就萬事大吉 這就是中國 體制的特色 我做一段影片說 有關於卓慧斯 炒了關浩亭財相 他自己都自身難保 一分鐘會下台 英國的輿論是猛烈抨擊他 這當然不可以在中國裏面發生 英國有很多問題 千頭萬歲 這不是天台 你看到每天的新聞 負面的 英國的輿論 我覺得這也是很正常的 社會自由資深流通的國家 流通的國家 永遠都是報憂不報喜 很少是報喜 報喜就是propaganda 報喜就是歌功頌德 在中國是反過來的 報喜不報憂 你以為 英國全部都是報憂不報喜 英國就是很多很多問題 水深火熱 資本主義 強姦非禮 打劫殺人 槍擊 什麼都會發生 很多 會發生的 那麼多有問題 或者很嚴重問題 治安的事件發生了 也看不到英國有什麼 很大的動盪 或者恐慌 日常的生活 英國人的生活 如常 也不會有什麼防範的措施 唯一一件事 我留意到的 就是買刀 買刀不需要實名 不可以賣給18歲以下的人 買刀 怕怕年輕人 拿刀去犯案 不可以賣給18歲以下的人 但其實意義不大 意義不大 因為 因為 在英國不會養刀 管著你 成年人買刀 也可以給青年人用 所以 我講的刀 比如在家裡用 廚房的刀 你看到它鎖住 然後就是要你18歲以上才能賣 很多地方都是這樣 但是沒有引起社會的恐慌和動盪 沒有 大家是如常生活的 但是在中國 表面上 因為英國就是報憂不報喜 西方世界 英國在中國就是報喜不報憂 表面上這些東西 欣欣向榮 很棒 說好中國故事 但實際上 中間的隱憂 中間的 洶湧的波浪 等等是有很多的 爆上來 可能會一塊不可收拾 不過唯一的方法 他們唯一的方法就是鎮壓 按下去 拘捕 你有嚴重後果就不敢出來 用一個恐懼的 方式去管治 然後 拼命去宣傳自己的好東西 你會看到 有個天淵之別 資訊不流通的地方 你會覺得誰好誰壞 大家可以看到 尤其是香港的人 我覺得都相當好笑 有些 建制的KOL 對英國 幾乎是雞毛蒜皮的壞東西 會放大來看 是不是 尤其是現在英國 政界的 震盪 大的地震 一定會放大來看 覺得英國真是好不行 普通的英國人 你跟他聊天 跟他聊天 他都不會說英國很行 一般他都覺得很多 有批評 會談三談四的 這是一個常態 在中國 可能你是內心 對於很多個政策都是很憤怒的 例如你 這個防疫政策都是很憤怒的 都是很生氣的 但他不會拿到自己埋身的時候 不封你 封你城 封你小區 可能就不吵 直到你的時候你才會吵 中國 和 西方世界最大的分別是 今天 出現這個鬧市的反襲 標語 於是 用一個更加嚴厲的管制措施 這個是預料的 預料的 不知道會不會到二十大舉行的時候 會戒嚴 其實也是戒嚴的 某些地方是不准行車的 尤其是今次 更加重要 更加非同小可 因為今上 要繼續坐這個位 在黨內有很多反對聲音 但又如何 不會像卓慧斯那樣 大家放心 他只是會把自己的政敵 我說大大 把自己的政敵 一個一個清除 他自己是穩坐的 大家放心 他已經贏了 我想沒什麼懸念 這五年或者這十年 大家都會在他的管制下 包括香港人 繼續 過你 覺得應該過的生活 暫時景點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 Patreon 繼續支持我 心靜可快的channel 多謝你收看 再見 好朋友 好朋友 謝謝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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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